各位小汽车观念人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汽 今天为大家试驾车是来自美国台湾非常少的Cadillac XT6 这台车我们稍早之前曾经在凯迪汽车有为大家做过新车的介绍 那一支片子也引起了很多对于美系有兴趣的消费者 很大的兴趣和询问度 那在试驾之前我首先为各位报告Cadillac SUV的缘起 Cadillac在台湾人的心目中可以说是早期黑头车的代表 但是随着全球SUV风潮的兴起 Cadillac这品牌在1998年的时候也推出了第一部SUV叫做Escalade 但是随着后面SUV逐渐倾向变成休旅车 Cadillac原厂也在2004年很快的跟上这个风潮 推出了SRX 这个车型在2005年台湾玉龙通用成立之后也曾经正式的引进 那凯迪拉克的SUV SRX在2016年的时候正式的停产 Cadillac身为纯种的美国豪华品牌 它当然还是会着重在这个SUV的市场 所以它那个时候它也重新定义了它的SUV的命名原则 它结合了Crossover和Tuning这两个字推出了XT车系 第一部登场的XT是XT5 属于一部比较中型的LSUV 那稍后它也推出了XT4 比较小型的Crossover这种SUV的车型 来争取比较入门的市场 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XT6 则是早期SRX的后继车 它是正统的三排座椅 六人座或七人座的设定 那这一台车是在2019年的北美车展所推出的 目前全球主要市场在于中国市场以及北美市场 也分别在这两个地方来制造 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车型编程的部分 在北美市场它有两种不一样的动力规格 分别是2.0升涡轮增压引擎四缸的 以及V6的3.6升的汽油自然进气的引擎 那在对岸市场的话 它只有单一的2.0升涡轮增压引擎 搭配48伏的氢油电动力 那以这一次凯迪汽车第一批引进的车型来说的话 2.0升涡轮增压的车型呢 它搭载的是Luxury的配备等级 报价279万 那今天试驾这一台是属于3.6升V6的Sport车型 选配Proteman的白金套件 那售价新车是350万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外观 因为凯迪拉克的车型 其实现在的台湾消费者对它比较陌生 那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台车定位到底在哪里 这台车的车长呢是5042mm 对比上台湾市场有销售的同级车呢 应该会是Audi的Q7 以及Lazus的RXL加长型的三排椅车型 还有最主要经验对手应该是Volvo的XC90 那这三台车的话 它的车长都介于在5米左右 而且这三台车都搭载三排椅的车型 那它的轴距呢都在2863到2999mm之间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外形 外形上可以说这台车是纯种美系的设定 那这样的风格呢其实在台湾比较少见 Cadyac造型最大的风格就是它比较气派的一些外观 但是因为这台车它选配的是Sport套件 所以它原来美国车很多的镀铬都已经被钢琴烤漆所取代掉了 那我们今天试驾这台车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水箱护罩 它的气壩甚至窗框等等 都是黑色化的处理 那在这个车身造型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用了新世代凯迪拉克的家族设计与会 包括水箱护罩和新的造型 那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它的车头的logo 以往凯迪拉克的logo非常复杂 有一道皇冠 看起来很气派没错但实在是很复杂 这一次呢现在的logo它把它做得比较简化 剩下中间那个盾牌的标志在最前方 那搭配网状型的水箱护罩 还有下气霸等等 所以看起来是相当的霸气的 那在方向灯和日行灯方面呢 它采用的是直立式的设计 这一点就是凯迪拉克相当强烈的一个家族风格 头灯的话3.6车型搭载的是智慧型的头灯 有自动遮蔽的效果 轮圈的话3.6车型是20寸的铝圈 搭载的美国车最常见的镀铬的设计 但是这个设计呢它是属于比较镀链 那种雾面的镀铬设计 看起来跟传统美国车那种闪闪发亮的镀铬 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了 那车侧的这个轮弧 它采用的都是车身同色烤漆的处理 那下面呢搭配一些镀铬的套件 车顶一样有行李架 但是是黑色化的处理 那车尾的话它做的比较方正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三排椅的车型 所以它这个空间它是有一道座椅的 那至于空间大不大 等一下介绍完车尾之后 在实义上做给大家看 好 现在我们来看车尾的设计 车尾的设计我个人觉得呢 它和车头一样风格是很强烈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传承了一些凯迪拉克 它传统的经典元素 最大的经典元素就在于它的尾灯设计 它的尾灯是直立式的尾灯 而且搭载的是LED的光带式的设计 这尾灯设计我觉得非常的精巧 除了直立式之外 它也往旁边发展 所以它现在变成一个钉字型的尾灯 跟以前是一字型是不太一样的 那在镀铬的试条方面 它一样采用的是消光式的镀铬处理 左右横贯的试条 那后面搭配它新的logo 所以看起来算是蛮简洁的 保鲜杆的话 车身同色的设计 也没有做防刮材质 然后全部都是烤漆的处理 那采用的是双出的尾管 看起来也很有运动感 尾门的话呢 当然它是电动的尾门 打开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行李箱的空间 但现在第三排椅是立起来的 所以行李箱空间看起来 是比较有限 但是跟同级经线对手来讲的话 大家的空间 如果第三排座椅立起来的话 也都是差不多 那第三排可不可以倒放 当然可以 而且它是电动的设计 我们看到它电动的开关在旁边这里 有两个 靠最右边这个 是倒第三排的 而且左右可以分开倒放 全自动的倒放 然后也是电动的立起 但是立起来的时候呢 有一个是手动 什么呢 是头枕 头枕你只要轻轻的往前面搬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再把它倒放 起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速度也相当的快 倒放之后 它这行李箱空间 看起来就相当的大 这电动开关 在左侧这两个呢 是收纳第二排的电动开关 那第二排的话不像第三排 是折叠和立起都是电动的 第二排只有电动收折的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我觉得也蛮强的 因为同一车里面 你很少可以看到 好 我们现在来收折给各位看 它是一件式的收折 所以它就直接倒放了 那倒放了之后呢 它的高度跟第三排收折的高度 几乎是一致的 所以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宽广的置物空间 好 我们现在看到XT6的内装 它用了很多镀铬 大气的原料去堆砌它的豪华的质感 那因为今天试驾这台车是属于3.6升 有选配Premium套件的车子 仪表台全部是真皮包覆的 另外包含了门饰板上圆也是 而且它包覆的材质是除了真皮之外 还有这个类似Alcantara这种材质 另外在顶棚上面包含A柱 也都是类鸡皮的材质 所以整个车内质感非常的好 而且座椅也是应该是NAPA的等级 感觉它的皮质是很细致的 如果你以300万等级的内装标准 来看这个内装质感的话 我觉得无可挑剔 所以这一点是很颠覆 我们对传统的美系车的一个内装 比较大而化之 比较粗犷的印象 这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就是你要的配备很齐全 这跟传统对美国车的印象又符合了 唯一只有一样东西没有 就是全虚拟的数位仪表 它的仪表是属于7吋的萤幕 中央是虚拟的数位仪表 但是两侧还是自发光的 传统指针类比式的仪表 那其他的配备来说的话 就都非常齐全了 以今天试驾的3.6升的车型来看 因为它配备选到顶了 所以你看你需要什么 以LSUV大家来讲好了 内装的质感刚有各位报告过了 几乎是全真皮包袱 而且坐在里面皮胃很浓厚 这个感觉是很高级感的一个感觉 第二个是配备上你想要的配备 比如说豪华品牌的音响 它有了14支喇叭的BOSS 那再来呢前座两张电动椅当然都有 后面二三排也都有电动收折 甚至第三排也有电动力脊 那前面两张座椅呢 还有加热跟通风的功能 这一点也有 全景式的天窗也都有了 驾驶座有两组的七一功能 电条的方向盘 全套的ADAS 包含全速力的ACC 车道维持等等也都有 那再来呢现传的排档 九速的手自排 复换档拨片 这一些也都有 车载系统的话 萤幕稍微小一点 这个萤幕应该是8寸的萤幕 但是是触控的 也有Apple CarPlay的功能 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什么 虽然这是贸易商引进的美规车型 但是呢原厂设定 本来应该是没有中文化的 但是他们自己去开发 把它刷成中文 所以中间的仪表板中文的 车载系统也是中文的 但比较遗憾的是因为 这个中文是对岸 才有相应的当地化 当地生产的车型 所以是简体中文 那还有一个小遗憾就是 它的安吉星服务 在美国本土或加拿大可以使用 但是台湾当然不能用 这一点比较可惜 不然这是原厂蛮诉求的一点 那开关按键的话 除了说萤幕它的触控式之外 旁边也都有这种触控式的按键 而且用起来质感也不错 反应也还蛮灵敏的 那下方的话是它的恒温系统 包含通风座椅以及加热座椅 都整合在这个区块 那下面的话还有一个置物空间 那这置物空间呢 像这3.6的车型 它有选配高级的套件的话 它就是皮质缝制的 看起来也相当的高级 整个皮缝起来 连里面的置物空间都是皮的 那旁边的排档座也都是 那排档座的话有个盖子 里面有开放式的杯架两个 质感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钥匙也很漂亮 而且这个钥匙我跟你讲 这个形状是盾牌的形状 打开来扶手里面 还真的有一个凹槽 是专门要放这支钥匙的 所以它也设计得相当的细致 那车的行车模式的话 在这里有一个按键 右边它可以切换几个模式 包含舒适模式 AWD模式 运动模式 以及越野模式 那3.6的车型 因为它有搭载主动悬吊 所以你车身的模式 你行车模式选了之后 它的悬吊也会做对应的动作 那这个悬吊的话 它可以每秒500次 侦测路况自动做调整 这也是还不错的地方 因为我刚刚说这支车 有美国车的传统配备很齐全 所以你看连主动悬吊都有 那再来我们来介绍座椅 这个座椅它的剪裁 非常的立体 然后根据原厂说 它这个是法式双缝线的缝制 不仅皮质很棒 而且你看它的拼接 非常的有质感 甚至中央景中的缝线 都是跟着它的logo造的 所以这张座椅视觉上看起来很棒 那坐起来怎么样呢 坐起来跟欧洲车比较类似 比较硬一点 不像你想象中的美国车是软乎乎的那种沙发座椅 不是 它是跟德国车比较接近的印度 所以坐起来是比较挺的 但是包覆性的话 坦白讲没有欧系车这么样的好 腰部跟肩部 肩部几乎没有包覆性 但是腰部的话有一些适合比较胖的人 就比较适合美国人 像我们东方人如果身材比较没那么大的话 可能包覆性就会感觉不像欧洲车这么包 但基本上腿部的包覆是还不错的 那也是全电动调整的 驾驶座也有两组的气功能 那另外还有几个有特点地方跟各阿介绍 美国车也有贴心的地方 看它的无线充电 它坐在这里 不像一般是平放的 它是45度斜放的 所以拿跟放都很方便 好 再来我们要来介绍车顶了 车顶以往介绍那一桩很少介绍 但是这台车有几个东西可以介绍 第一个就是它有电子后视镜 其实跟Range Rover的很像 你可以当平常的镜子用 你也可以打开电子后照镜 打开电子后视镜就是无死角的 然后再来上面的话 还有个安吉星的这个系统 SOS等等 但这个台湾不能用 因为这个台湾没有开通 那另外还有遥控器的内建的按钮 这很多美国车都会有 但台湾我不知道能不能用 因为频率可能不太一样 但如果能设定的话 应该是蛮方便的 好 我先来看到第二排 第二排我觉得是XT6 最舒服的地方 怎么说呢 3.6的车型 它搭载是两张独立式的第二排座椅 那这个座椅呢 它有扶手 右侧的和左侧的中央的扶手 是折叠式的 你可以放下来 那当然靠门板的扶手 就是在门板上面 两者都是皮质缝制的 质感是不错的 那另外中间的独立座椅呢 它可以前后调整 也可以调整椅背 所以坐在后座是舒服的 而且空间很大 空间头部空间 西部空间都很大 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 是中间是全国领市的 全屏的地板 虽然中央不能坐人 但是中央它是一个 这个中央走道 所以要进出的话 其实方便性是很高的 而且呢 后座第二排的部分 配备非常的齐全 除了全景天窗 涵盖到第二排之外 另外冷气的出风口 它不是传统在这里 它坐在车顶上 那车门把旁边各有一个阅读灯 所以你如果是老板 坐这后座蛮好做的 那第二排的空间方面 也是恒温空调 它在车山区恒温空调 也有自己的面板 可以在这里做调整 那当然就是实体的按键 而且呢 这两张椅子 都有电热的功能 一样在空调面板上做调整 而且这个空调面板做的很细致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Cadiloc 槽写的字样 那在下方的话呢 是Type-C跟Type-A的电源 各一组 那在下方还有它的杯架 跟一个小抽屉 可以收一些东西 这个使用上也是相当方便的 再来讲一下 大家最好奇的第三排 第三排怎么进出呢 在第二排的座椅 椅背上面有一个把手 我们可以把它搭起来之后 就可以把整张座椅往前掀 那掀好之后呢 它就会是一个 比较容易进出的角度 那但第三排 你如果一开始是收折起来的话 怎么办呢 我们刚刚前面有介绍过 第三排也是电动折叠 跟电动立起的嘛 那它开关在门边上也有 所以我们可以先用开关 把它椅子先立起来 立好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好 好 现在我坐在第三排 我身高173公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空间 基本上是很够的 那西部空间还有一些 而且它这个座椅 虽然说大腿支撑 就是一如SUV的第三排 不会那么样的理想 但基本上以它的宽度和空间来说 乘坐两个大人是没有问题的 那因为第二排它是独立式座椅 所以中间乘客的脚还可以往前伸 所以长途乘坐我觉得 还算是一个舒服的空间 而且这个第三排 它的配备跟第二排没有落差太多 一样有两个独立式的出风口 在天花板上面 两个独立式的阅读灯 也在天花板上面 那两个杯架在扶手上面 甚至第三排 它两个座位都还供应你各一个 Type-C的充电电源 所以这台车如果以三排椅的设定的话 5米的车长跟同期车相较 我认为应该跟XC90是很接近的 甚至比XC90的承受空间 还稍微再大一点点 但基本上薄重之间 那如果跟Q7比的话 也可能会比Q7来得稍微宽敞一点 那如果跟RSL比的话 那会比RSL大很多 第三排 好我们今天试驾这一台XT6 3.6 V6的车型 我们实际上开它上路 那这台车上路开起来的感觉 它的规格数据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试驾这台车V6 3.6升 它排气量是3649cc 最大马力是310匹 在6600转的时候可以产生 那最大扭力的话是37.46公斤米 在5000转的时候产生 统一搭配的都是9速的 手自排变速相附换挡担拨片的功能 那引进台湾的车型 3.6跟2.0涡轮增压 都是属于全时四轮传动的车型 好以这个车型的设定来说的话 我认为V6的引擎应该比较适合它 因为动力坦白讲是比较足够的 310匹的马力搭配这个扭力的话 传统上开美国车大家觉得说要V8 但是现在因为环保的关系 所以V8引擎也越来越少 但你现在还可以选择V6的 我觉得感觉是还不错的 那V6的引擎开起来的话 其实它的声浪也有传统美国车的感觉 但这一提两面 就是说你跟同期车相比的话 你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吵 特别是跟RX-L比起来的话 这引擎的确不是极尽无声的 但是它开起来动力是够的 那如果你喜欢这种美系的感觉的话 它也有一种动力澎湃的声浪的感觉 那车子的隔音是不错的 除了引擎的声音你可以清楚听到之外 那其他的隔音就是跟外界噪音的隔绝 无论是底盘隔音或者是车子车身的隔音 我觉得都有豪华品牌的水准 那这一颗V6引擎我觉得精致性不错 特别是在高转速的时候 大概三四千转 其实是一个很甜蜜的转速驱带 我觉得V6引擎也感觉那种多缸引擎的 动力重叠的那种细密性的精致性 那同时它的整个细致的感觉 也会比低速来得更好 那9速的自拍变速箱呢 传递是绵密的 那高速的时候其实转速也蛮低的 所以我相信油耗应该有它一定的水准 那悬吊的设定的话 因为今天试驾这台车 它有选配主动式的悬吊 它有四种模式可以切换 那你一般在舒适的模式之下的话 其它悬吊设定是属于偏软的 但是整个下盘是稳定的 你应付路面上 特别是市区这些坑洞 其实是可以有效消弭的 但是它又不会飘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还不错的设定 好 接下来我们再把模式切到运动模式 感觉换挡就变比较灵敏了 这其实V6的引擎算蛮够力的 那买这个车的话 因为现在只有凯迪汽车引进 以他们引进的两个车型来看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买3600的 那当然大多数人我相信还是会买2.0T的 它就是优势就是省税金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体验美式的风格 我还是建议V6的会感觉比较好 而且V6比较划算 当然这个V6的车 一方面它的配备比较多 二方面呢 它的开起来 那个引擎的细致度 还是不太一样的 像我个人的话 我上一次看完之后 我就非常喜欢 但我现在现阶段 没有买这个等级车的计划 但如果有的话 我这台车绝对会列入考虑 第一个外观觉得很霸气 特别是这台黑色 然后选Sport套件 那动力上呢 虽然不是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这开起来 就美国车感觉动力是很充沛的 那行驶的质感呢 我觉得也还不错 舒适感是保持得相当好的 那再来就是内装质感跟配备 我觉得很满意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想要买一部七人座的LSUV的话 这个车虽然是雪货车 所以我 但是你不妨一看 搞不好看了之后你会喜欢它 不一定 好 以上就是我针对Cadillac XT6的试驾心得 那也欢迎各位利用底下留言 来跟我们分享 那最后也别忘了订阅 订阅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是小琪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这油门踩下去 其实动力还不错 可能现在涡轮车大开惯 会觉得说会有比较充的感觉 但是大排气量的自然进气引擎 这个充刺的感觉是蛮不错的 但你这车真的喜欢 看到实车之后 会喜欢这种感觉 很独特很霸气 然后实用性又有 不会像传统的美国车 税金那么高 或者是说 你就觉得开美国车 跟一般台湾人用车 是有隔阂的 这不会 这个车 你就不要考虑 什么美国车 折就率比较高 欧系的车 折就率也不会比较低 你这买Q7 跟买SC90 折就率会比较低 不会嘛 那不如买一个比较特别的 这个 各位新世代的KUGA 以及FOXX的车主注意咯 我们的COPPA 360 虽然方便又好用 但是你知道它可以持续在优化升值吗 由7 Car Shop所独家研发设计制造的 Level 2 Plus优化研究套件 已经正式上市了 现在就立刻上网搜寻7 Car Shop 指名参观选购 让我们的COPPA 360 更智慧更方便更安全